两额山剧场也行为艺术剧场化 探讨原住民当代土地自然人文一体展演创作 在睽違六年之后 这一次Sakiraya的神话故事编制了新的剧马 在泰巴朗部落进行三天公演 9号下午最终场吸引了近百位相亲到场欣赏 两额山剧团透过部落日常生活用具 演绎Sakiraya神话中浮动与斯拉爬天梯 却未遵守天神忠告 放声欢呼而从天坠落 最后大地婴儿生沉 动之物生机盎然的传说 没有华丽声光效果精巧壮阔的舞台道具 剧团以简单歌谣搭配鼓声 演绎阐述更古千年的神话 即便全主演出却仍能深深打动观众的心 我第一次看到行动艺术 然后他是用很抽象又很具体的方式演出来 哇!我竟然发现我看得懂耶 然后他又融合现代的感觉跟过去的表演方式 又有跟观众互动 然后最后的时候真的会很感动耶 魁为六年 阳儿山剧场 以萨吉拉雅浮动 与斯拉神话故事 在剧场发源地的太巴朗部落展开三天的公演 擅长在徐志县之外 演员仍能借着行为艺术 当场延伸创作 当场延伸创作 探讨原住民当代土地自然人文议题展演创作 这一次展出巨码 执行制作马朗阿赖孙李杰说 透过行为艺术与戏剧化的双线在演出的同时 更是演员们的在延伸创作 包括这三年的酝酿跟累积 我们把这个剧场的表演形式 就是加入了行为艺术在每一个场次穿插当中 就是让观众可以有更多不同的体验 那我们第一点选择于太巴朗祭司广场 就是希望因为我们的团长阿道巴拉夫然而山 就是太巴朗的人 那我们然而山剧场也有非常非常多 阿美族的演员还有我们的朋友 那其中也是用成母语的方式 也让更多人可以了解我们 希望语言这件事情可以有更多的推动 2012年成立的阳而山剧场 不只是一个创作型剧场 更致力于创作、陪力、研习交流、教育等多面向层次 进而接近艺术及生活的实践 这一次的公演也一贯以光怪陆离 狂卷无稽的肢体声音仪式 层层串起当代神话与历史的回旋 挑战也冲击观众的感官与认知 却也受到观众疯狂好评 记者是玉兰光复采访报道